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 大家好 我是庄亚伦 今天继续创世纪讲义12讲 神呼召亚伯兰 塔拉的后代历史 从创世纪11章来讲起 但是圣经里头比较少提到塔拉这个人 而整篇的故事很快就转到亚伯拉罕的身上 在约书亚纪24章第二节里面 约书亚对众民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 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 意思是塔拉一家的人 在还没有离开吴尔以前 他们曾经是侍奉别神的 创世纪11章里头记载 人类一般性的历史 因着罪的缘故 人类拒绝了神 背逆着神的心意 而从12章开始记载 神简选了一个民主 成为神要祝福的出口 不是因为以色列民比别人好 乃是因为神单单的爱他们 从生命纪第7章6到8节就可以知道 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 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 特做自己的子民 神选招亚伯兰的时候 是在迦勒底的吴尔城 斯蒂凡做见证的时候说 亚伯兰是住在迦勒底的地方 当时是称为米索波达米地区 蒙昭以后才离开迦勒底的住在哈南 那么这一段是记载在 《使徒行传》第7章第2、第3节 但是后来摩西却说 是亚伯兰到了哈南的时候 才听到神的呼召的 其实应该说来 神在迦勒底的吴尔 就已经呼召亚伯兰了 那么在第11章是一个完整的家仆 因此在家仆之后才补记了 神在迦勒底的吴尔 对亚伯兰所说的话 也就是这一段话了 亚伯兰听到了神的指示 就离开他的本地 本族富家 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 那么我们这些作为神儿女的 现在我们就是住在这种 充满了罪恶的环境当中 我们应该负的责任是多么的大 我们有责任要让我们的儿女 免于受到这一种恶劣坏的环境影响 塔拉在这一方面没有做得很好 但是亚伯拉罕在那一种 很污染很污秽的环境当中 却能够出污泥而不然 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神的救赎有一个很完整的计划 在伊甸园当中 神向始祖亚当预告 未来救赎的计划是什么 那么在大洪水当中 神也向挪亚施恩拯救他们一家八口 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事情上面 更清楚的把救赎的计划 周详的都显明了出来 神只是亚伯拉罕说要赐福给他 不仅仅是包括了亚伯拉罕 他个人以及他的家人 并且要扩展从他的家人到国家 一直扩展到普天下的万国万民 这个就是神给他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计划 亚伯拉罕得到神的吩咐 他需要离弃割舍 三件最宝贵的事情 第一件要离开他的本国 第二是要离开他的亲主家属 第三他的富家 神的呼召总是这个样子的 当神要呼召一个人的时候 首先都会要人割舍许多 他天性里头最珍惜最疼爱的宝贝 然后再来跟随主所指示的 也就是我们必须要预备 天天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 那么在十二章第二节里头 神就应许亚伯拉罕说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神把亚伯拉罕从自己的家族当中 呼召了出来 而且应许他要成为另外一个国家的领袖 当时神给他这样的应许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考验 因为他的妻子在那个时候 他还没有生 他呼召的时候是七十五岁 他的妻子Sara六十五岁 可是神却告诉他要成为大国 他会不会怀疑呢 但是这个时候 他就按着神所吩咐的去做了 他相信神所指示的 他也相信神所说的话 是不会改变的 那么下一句话说 我必叫你的名为大 可能在他的老家 他的本族 他已经稍有名气 但是神要他离开 神要使他的名为大 有一些人在巴比伦 士拿这个地方建造了巴比塔的时候 他们一心一意想要传扬自己的名 但是终究神叫他们分散 因为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名声 自己的地位跟名利 然而神现在要让亚伯拉罕的名为大 因为他不是要高举荣耀自己的名 当神吩咐他说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他就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了 这是你我必须要学习的 所以无论你的祷告是什么 无论你的前途是什么 无论你的困境 目前所遭遇的困境是什么 我们应该常常回转来向神祷告说 神啊 求你指示我 我愿意按照你所吩咐我的去行去做 那么这一个应许以后屡次应验在这个民主国家的身上 凡是保护以色列人的国家 都得到了神的祝福 凡是侵略欺负以色列的国家 都受到神的刑罚和咒诅 神不单赐福 神也咒诅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种宗教的术语而已 神赐福或者是咒诅 已经在历史上很清楚的显明的出来了 亚伯兰将来要成为大国 神也在历史上面让他成为大国 他的名为大 这是神所安排的 不是他自己去求得到的 最要紧的是 他能够叫别人得福 自己有福气 这是好的 但是能够让别人也因为他得到福气 那么这就是更好了 神赐福给他说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给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神更把这样的应许 应验在巴勒和巴兰的身上 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 在旷野快要抵达摩亚平原的时候 摩亚王西坡的儿子巴勒 好几次去请那一位贪爱前产的假先知巴兰来 要让他去咒诅以色列人 但是巴兰当他做诗歌 至少有四次 他每一次想要用咒诅的话来咒诅以色列人 神却让他的咒诅变成为祝福了 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就能够清楚地看到了 神常常能够把咒诅变为祝福的 神最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 地上的万主都要因为你而得福气 这个应许神曾经重复的说过了很多次 譬如说 当亚伯拉罕在曼丽像树那里 接待了向他显现的三个天使 神就应许他要得一个儿子 给他请名叫以撒 后来以及神也叫他去查看索德玛之前 他又提到了这一个很宝贵的应许 神这样说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 地上的万主都必因他得福了 因此这一段话里头告诉了我们什么 我们不仅仅是看到神怎样保护以色列人 神怎样赐福给他们 到现在还是在赐福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主都要因你得福 那么这个都完全应验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了 好了 我们今天就暂且谈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的谈吧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